Nitianandam,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世阿凡达 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分享 发生的,这两天发生的一些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在穿了夹叉之后 这个人生真的是变得很不同 真的就是知道大师呢,在亲自呢 帮我们转念,帮我们把人性消除 让我们真的就是走上这个真物的道路 在之前的一个录像中跟大家说过 我的iPad在接受这个大师出家的电话之后的那天晚上呢 他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 就是没有任何征兆,然后就打不开 就是当下的我那个感觉就是OK 应该是大师在,应该这个是大师的就是手段 应该是他把这个iPad给坏掉了 因为我知道我对这个iPad的态度 他就是给我一种让我觉得有优越感吧 因为就是大师给我们发的是 就让我觉得没有我这个品牌好啊 或者质量好或者怎样 所有的一切吧 当下他坏掉之后我就觉得哇 真的就是一个自省的一个 就是一个醒来的一个状态 就是哇这一点是继续保持 让我做是人 就是不是成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吧 就是人性啊 然后呢大师连这么一点的小的事情都一点一点 帮我纠正就像是真的是要觉得特别的 就是一方面觉得很神奇 他这点细微的东西他都看得到 在我里觉得是非常的感激感恩 就是他真的是在我们踏出这一步之后 用他所有的像他讲了 用他所有的诚心以及能量和他的爱心来帮我们脱胎换骨 从人转换成神这样 他真的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就立即就就显化 然后呢我就因此呢就因为坏掉了 然后因为工作需要还需要一个这样的设备 然后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讲 说我要申请一个新的 然后呢很神奇的是 非常神奇 这件事说完了有两三天吧 然后呢 嗯在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姐妹呢 呃坐在一起我们在聊 就是讨论大师的开示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就是就是那个消息 接受消息的那个铃声不停的响 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很久没开机的状态 然后他就不停的拼 然后我的那个姐妹就说 按你iPad在想 我说怎么可能他坏掉了 然后打开一看 哇这几天 就是iPad真的是呃醒来了 他活回来了 然后他在不停的收这几天的那个消息这样的 然后当下就觉得 就是瞬间就知道这是大师的作为 我我肯定是由于心中的一些念呢 呃改了之后呢 大师就把这个iPad还给我了 就是这事就算过去了 就算是这道课题算是呃 我已经就是呃有了一个醒悟的状态 就是我有呃正确看待人生的一个认知啊 因为呢我后来在想就是因为我放下了对这个iPad的这个虚荣心的这个 这个呃 这个需求吧 就是他代表我一个虚荣心 然后他坏掉了我认识到了这个虚荣心的存在呢 就觉得自己这一点呃其实是呃就是自己人性的一点 要决定放放下他 然后现在我在看我的iPad他他对我来说他对他虽然是一个iPad 但他对我来说和别的Pad和别这样的呃设备是没有区别的 对我来说就是我对他这个虚荣心的需求呢已经没有了 所以大师又把它还给我呃就觉得这个很神奇 然后就在他还给我这五分钟之后呢 我被工作人员叫过去说啊你是要申请个新的Pad吗 我们呃要跟你继续网架 呵就是要把这个手续给办了 我说哎不用不用就五分钟之前我Pad就好了 大师连时间都加的很准 他知道如果他这个时候不把Pad给我就会还会再往下一步走 我说行了这个时间就还给你这样我当时我我们在聊起这件事情觉得实在是太神奇 呃然后呃还有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事情 呃就是看淡吧就是觉得呃让自己的圆满度变高 我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个pattern就是有一个行为的惯性和思维的惯性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是呃就是有很强的呃对身体受呃受损害受侵害这方面的保护意识以及不安全感 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即便是光脚走路我也会比别人更小心的看地面上有没有钉子啊有没有什么 就是这个对自己身体的这个保护意识非常的强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个不圆满因为他已经到了就是极其多疑的程度已经到了有阻碍你能正常 就是比如说放开心胸就意思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呃powerlessness 从一个呃无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呃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显化出来的一个行为 但是讲的真正的圆满的是powerful呃cognition就是永远的是强有力的认知 所以呢就对那个自己小小心心唯唯诺诺的那个行为呢其实他就是个不圆满 然后呢这一方面其实在来了印度在寺庙里生活呢已经放下很多 因为是有意识的在放下这些呃让自己就是局限自己的这些思维吧 让自己觉得自己弱小渺小这些思维 包括就是适应我们在呃寺庙里居住的环境啊 就是跟我之前的那个家的比是就是差别是很大的 然后就是要适应所有的这一切让自己随遇而安呃 呃就也放下了很多身体上的就是对物质的这种 或者对安全的这种或者对条件的这样的一些要求 然后呃呃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就是让我真正的意识到了我的进步 呃我可以问大家如果你被蜜蜂遮了要多少天才能好 大家可以在心中现在想一个这个答案 我得到的答案是比如说几天呢或者是 至少几天吧得到答案 我今天早上呃出门呃被蜜蜂遮了脚底 而且是脚底就是我我走在那个蜜蜂的身体上 他就直接把他那个针扎到我脚底了 呃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寺庙内去世的这些动物 他们都会被大师圆满了 这个他的灵魂就已经现在被大师呃圆满解脱掉了 这个是呃不算是杀生这样 呃然后呢他扎了我的脚 然后当下呢我就有一个念头 哇这么倒霉这个这要几天才好 而且很痛真的就是很疼 是脚底但是又有一个想法说 呃如果我不觉得他痛他就不会痛 因为痛也是我让他痛的呃是我的念头 我如果不让他痛我的身体是有智慧可以不痛 因为这个也是大师之前讲过的 就是我们大师他自己是不知道痛的 然后我们寺庙也有一些阿迪纳瓦系是不知道痛的 他原理呢是因为他没有friction 没有摩擦没有这个抗拒感 就当你呢呃接受人生的这个呃态度到了你随着人生走 就像是顺水流下没有任何的抗拒感 的时候嗯比如说抗拒感就是为什么要这样 我为什么或者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 我不想这样就所有这些抗拒人生发生的这些心态都没有 就是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状态是没有痛感的 所以我知道痛感不是必须要有的 然后我就当下就说啊我就那还是自己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就不要想这个痛了 然后就刚开始就是因为我要在外面行走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这样也没跟谁说就走 然后脚下就是每一踩一步去不踩也痛 然后特别神奇的是我后来真的是很短时间内觉得某每走一步这个痛感就轻一步 结果在大概十分钟之后把这个痛感完全消失了 而且没有肿我的脚底没有肿就我跟人说我脚底被密封遮 大家说肿吧要看一下 结果就没有任何肿的痕迹 然后也没有痛的痕迹就十分钟之后完全没有了 然后我觉得这也太神奇了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就是你的内心真的是可以支配你的身体的智慧的 就是你的你内心的这个想法这个愿呢是身体会帮你最大化的实现的 而且呢宇宙意识是会支持你强有力的认知的 所以如果你达到这个有意识的生活呢 有意识的在跟生活对话 在指导自己的每一秒的人生的时候呢 你是会发现奇迹是一直不停在发生的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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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